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1年1月9日,首先这里有大马长马来根 大家好,网友好,网家训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去我们的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拉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想讲一下加拿大,更新加拿大的情况 加拿大是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1月6日,167大政变对加拿大没什么影响 但是其实,如果没有167这场大戏 所有人的眼光就会向他喬叭 为什么呢?因为喬叭宣告了封城之外,还实施了宵禁 哦 他今个礼拜实施了宵禁 为期多久呢? 为期应该是几个礼拜 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说得出到底是会怎么样 因为澳洲很有趣的,有这个封城三日这样的 那你怎样可以揭止这个疫情呢?老友 根本就找笨 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知道是会搞多久的 他说就说几个礼拜,那之后会继续的 通常都是说比较少一点开始先的 慢慢再延长 是,那我现在呢,我说一下 这里,安省的新政 是4249宗那4000大宽 刚刚收到的消息 很悲惨啊 多伦多是1382宗 皮尔区就是近机场那边就是691宗 小弟住的约克区就427宗 尼亚拉加拉区都有213宗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有人去了买东西 就是圣诞那天即下来的 是圣诞那天即下来的 很多人可能去那里去看水 那就买了东西了 那接着西边的温沙市 就是Detroit对面的温沙市也有184宗 那已经连续第七天过了3394宗 那温哥华,就是BC省那边就好一点 是好一点点而已 那先两天就是761宗 OK,好多 好多 那,现在这个Cueback省它实施消禁 就晚上8点就不准出街 那但是据我所知 我有些朋友曾经去过那边公干那些 嗯 它Cueback那边就容易一点实施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大部分的铺头就早闪门 晚上 都是8点多左右 是,差不多闪门 甚至有些时候Wallmark都是5点多钟 5-6点钟闪门都有 OK 所以它们容易控制 但是我这边呢 就十分之困难 但是,大家都记得 加拿大呢 加拿大呢 就拿了很多很多疫苗 嗯 是人口的4倍511% 但是它拿了这么多 那它说它怕美国跟它抢 那它就拿了 OK 那它说,如果拿多了那怎样呢? 拿多了就派给人 做善事行不行呢? 我有钱 我左交行不行呢? Tru都是这样的 OK OK 最紧要是打 那问题就来了 你拿多些都没用 因为打得很慢 你说511% 但是打到现在是拿得很慢很慢 根据最少人 是打得不够快 如果以现在的速度去打呢 可能打一年都没打得完 加拿大 我单单讲安省先 好 安省的人口是1400万 自至今天为止 大约一个礼拜 是打到87563人 那如果你一个礼拜 你才打到8万多人 你要记得一个礼拜 才打完1400万人 有没有说 哪些群组优先处理 或者怎么样? 医护优先 OK 然后就是老弱病 那才知道症状人 这样计 那现在估计 如果一个礼拜 8万多人 一个月20多万人 你都用5个月 你才有100万 一个礼拜8万多人 差不多9万 算你9万人 4个礼拜 每两个礼拜 就16万 你要20个礼拜 你才打 差不多打得完 1千4百多万人 1千4百多万人 那真是大麻烦 到现在2点为止 全国打了的人口 是25万 0725人 多少巴仙 多少巴仙 真的要计算4千万 4千万人 总之是低 就是 现在这个情况 连厨都 都是忍不住 骂的 你们这班人 他说我一定会 最后一个去打 大家放心 不过 我都会 现在要等疫苗 这样说 他都骂一骂 他当然是这样说 他是很懂得说话的人 是吧 是吧 那就算到了 以现在这个速度 安省1千4百万人口 一个礼拜打到9万剂的话 就要155个礼拜才打得完 整年 但是问题来就是说 以现在安省的疫苗储存量 是需要这个 到今个月底疫苗 第一批疫苗就会用完 这样说 暂时呢 大约是每六百 每十万人 只有六百人 是打了 还有很长远的路 是 还有非常非常长远的路 QBEC 不过是打了六万二千六百零二剂 这样搞下去 我想 除非到夏天才有转机 他的疫苗生产再快点才行 而由于这个疫情所发生的事 万一他真的封城宵 那经济是会重伤的 因为12月 刚刚陆德 全加拿大 是失去了六万三千份工作 通常12月是会 请多些人的 现在就 鞭商 没有了 那就很大 这个情况 是 unemployment rate 已经升了0.1%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寶座金计划 就是 开始断了 因为我们由夏天到大约9月 就是由4月开始到9月 他有一个不断扔钱 每人二千元的计划 但是到秋天的时候 他就断了 开始断了 所以 一旦就开始升了 那个失业率 是的 开始升了 那新近已经有些餐馆 是顶不住 撿了 那 那 我只说安省 重灾区 unemployment rate 是9.5% 就是 差不多近一百万人是失业的 很大 很大 那当然 因为有些原因 就是失业 那我用EI算数 用救济金算数 这样说 那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而由于这样 其实有另一个行业 就是受到严重打击的 就是这个汽车行业 最新就说汽车行业 是销售量 2020年的4月份 是跌了75% 哇 很夸张 哇 这样很多东西不能做 是啊 如果在 单单说上个月 最迈得 是上个月12月 最迈得的汽车和去年相比 是跌得很厉害 比如说去年同期12月的时候 Toyota 看看先 上年 我们以整年来计算 就比较稳定 如果以上年同期12月的时候 Toyota就跌了24% 嗯 嗯 上年同期 Honda跌了28% Honda跌了17% 是以万架计的 如果以年份 如果以2020年来计算 我们说有多悲惨呢 嗯 是12,657架 整年喔 以前就是 比如说去年是 17,670架 今年是12,657架 Toyota去年是20万架 今年是151,951架 是少了5万架 就是我们只说日本车 是 那 但是Toyota都已经少了5万架 少了四分之一 所以很吐血 那如果再看 全年买得最好的车 其实就是福特 也在加拿大 嗯 福特呢 全年最好卖182,950架 其次做Toyota 但是平均已经比以前 是至少少了四分之一 是很惨很惨 所以 哎呀 失业啊 那些是会不停地来 很明显 因为 为什么我们特意说汽车业呢? 汽车业是养了很多人的重振 如果不说汽车业的话 就是可以预期的失业 是会不停地上升 再这样搞下去 一定啦 没有一个人能够引倒 很麻烦 如果今年 如果捱不过今年 真是根据这个估计 加拿大是有右翼民兵的 我不是开玩笑 是有激进右翼的 是会冲击到 学了你们的轮角 学了美国 是是是 其实是隐藏了 譬如这个挟奥南埋 这里有分支 刚刚角土 这里的警察 警方 现在是密切注意 如果万一有事发生 最怕就会爆爆出来的了 而且新近有很多宗爆涉案件 老爆 现在流传一条片 就是三个人晚上走到一个唐人门 在家里不断踢他的门 原来他立刻报警 警察来之前那人走了 那帮人走了 但是原来他估计是 大约上个礼拜 在这里有个叫New Market 新市一带 都有人做过同样的事 又是三人组 一你一不小心开门 他就打架棒棒的冲进来 老闹了 所以是很危险的 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说 那就希望 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事发生 当然这些事是很坏的 但是大家都是 现在个个都开始感受到的压力 因为失业率开始升 就是这样 万一因为很多右业 就是很多人都是 譬如说美国是由于它的工业 汽车工业周分出事 很多南岭白人失业而引起 其实这一次动员 现在拿大也都很有可能 有同样的事发生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那些Audi车 那些比如Audi BMW全部都是下跌的 那个销售量是下跌了大约十几个百分比 直到二十几至四分之一都有的 这样 是比较头痛 所以当然是不希望发生 那怎么都好 都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能顶到 那转头说一下 现在说一下 最微妙的一件事 其实今次的十九 我刚刚和一个朋友说起 我刚刚和一个朋友说起 哪一道 他是一个古巴人 我问他古巴人 Cat Cruz老乡古巴人 他说起到底是怎么样 你那边 他那边是很低的 昨天是三百一十四中 前天不过二百中 多了一百中 但是我问他 为什么你们可以做到呢 你们的医疗等等 他说 其实他们是用了中国的一套 他跟我说他爸爸他妈妈 他的弟弟和弟父 他两个 再加上一个妹妹 一起住在一个大约四百至五百尺的房间里面 不准出街 没有网络 蛤 古巴嘛 他走的嘛 我一样 不过有网络 我现在都在联络里面 是离开 连房门走出去都要申请一下才能走出去 是 吃饭又怎样呢 政府会给一个刚刚好 为了饱利的颗巡 给你 当他最劲的时候 他实施严重的离开 结果就立刻 控制住了疫情 大家都知道四至六月是最劲的 六月那时候他做到一天是七至八中 六七月 现在爆上升上去 相信没多久会再离开 在美国当局 是 现在阿拉大也都开始 安省也都开始有人说 不如都是这样做 只要 只要肯这样做一个短期的 严厉措施不准别人出街的话 超过三十天的严厉措施 是可以做到在五月那时候 减少了四分之一至少 每个礼拜可以减少到四分之一 大约到5月一日那时候 如果是那么狠毒 好像乔巴或者乔巴 那么狠毒的话 是可以将例数减到40例以下 到底行不行呢 到底肯不肯呢 现在的省长就在那里投行 会不会叫这个 宵禁令至少 等你的夜晚的酒吧开不开呢? 很难说啊 大家都不知道怎样 就快要瘋了 当然希望不要啦 但是我也是最后一句 有10万人 这个Fanxgiving之后 10万人升到20万人 确诊 不过是用了47天 但有1对 哇 现在的传染力是很高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样算了 当然都是那句希望没事啦 希望没事啦 听话啦 听话啦 一定 我没结婚啦 多谢大家 你的partner 你的partner 好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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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